新北土城一间连锁加油站 日前两名公读生疑似因为没有喊欢迎光临 还上班聊天被雇主惩罚挂上了看板罚站 有客人经过看见了直呼这样的方法太恶劣了 新北劳动处一早到场集查要求限期改善 否则依照治安法最高可开罚15万元 客人上门加油 加油站员工礼貌招呼 主管要求以客为尊 但两名公读生疑似没做到被这样对待 脖子上挂着大大看板 写着欢迎光临都不喊 加油还会边聊天 被骂只会说知道 但是从来都不改 我以后会乖乖听话不再皮 客人路过加油 看到这景象PO上网引起热论 那我是觉得这样的惩罚不太好 可能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尊心受损 挂个牌子这样子感觉 让别人觉得观感不是很好 这样挂着好像有点不太好 某上民众看傻眼 认为惩罚似乎过了头 政府单位29号一大早 也前来稽查 事发就在新北市土城 一间连锁加油站 民众路过经见 员工挂牌罚站 努皮这管理方式太恶劣 其他年轻轻轻的员工 老检出也立刻发文通知 限期改善 发现该加油站 未采取资产霸凌的相关预防措施 进行未改善江医治安法 采取3到15万元罚还 加油站业者低调表示 事情已经处理好 两名公读生依旧照常上班 但避重就轻 对于细节避口不谈 是否为了教导员工挂牌罚站 还有待厘清 但无论是不是惩罚 这举动恐怕陷害自己被开罚 记者有班牌旺家 新北市报道